郁可维唱歌忘词被吐槽,主动罚超五十遍,网友周杰伦也会忘词。 近日,郁可维在一场庆典的活动上唱歌忘词了,这在网上又是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。 郁可维惨遭吐槽,于是他主动罚超五十遍,并且发了条微博询问广大网友吃核桃管用啊。 粉丝们则都是对郁可维表示关心安慰的,也有因为郁可维忘词不开心的,但很快也都原谅了他。 看来粉丝们也是相当关心郁可维的,其实,唱歌忘词并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,他并不能代表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不行。 还有我们陪伴我们一起长大的周董,他唱歌的时候也是经常忘词的,周杰伦极具音乐天赋,所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凭借自己的感觉,主动改编歌词。